大陆新冠疫情出现反弹 南京路口国际机场员工打了两剂国产疫苗却还是确诊 南京市连夜展开第一轮全员核酸检测 广晒后传来二号南京市口气连报数十起新病例 当局紧急在68处公路设置检查站 现在疫情至少蔓延无省无地 尽管南京市还没公布此波本土疫情病毒株 但公卫专家推测可能是之前入侵广州云南瑞丽的Delta变种病毒 要对高方运地区的人家开展应景近景 尽快地能够找到可能的惩罕人 而在太平洋另一边的美国疫情也在升温中 近年纪约60% 美国上周新增惊人的7.3万利光 佛州就占全美五分之一 美国三个重灾区之外 疫苗接种率最低的路易斯安那州 现在是全美新增感染率top1 超过八成确诊者都是感染Delta变种病毒 92%检测阳性 90%病患 以及91%染疫死亡者都没打完两剂疫苗 连防卫专家佛奇都跳出来说 现在美国防疫之路走歪了 我们正在走错的路 你认为防疫病毒 应该要给美国疫苗的病毒 你知道 这在严重重复兴 密苏里州 德州和佛州 疫情正在升温 美国政府铁碗防疫再寄口罩令 但州政府完全不领情 如果有人在招待防疫 你不会在法治的地方 而7月15号到21号 佛州累计新增4.5万多例 成为这段期间美国疫情新热点 疫情肆虐一年多 各国全力冲高疫苗接种率 但巨大疫苗的抗疫潮也在各国上演 圣保罗上万人上街巨大疫苗 要求弹劾巴西总统破索纳洛 警方发射闪光弹 示威者以炮主还击 意大利罗马街头数千人齐聚 是为着高举希特勒图像 还有人高举纳粹首饰 讽刺政府强推的绿色通行证 因为从8月5号起 没打疫苗很多地方都进不去 我没有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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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拉雅典街头 不满政府强制打疫苗 四千人上街 巴黎湘蟹大道警民对峙 现在法国人得持健康通行证 才能进出戏院聚场 等五十人以上场馆 专家出面背书 在自由和防疫两端 人民如何取舍 将是各国政府抗疫重要关键 TVBS新闻 随时掌握国内外交点等你哦